插线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备的工具 为电器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但事实上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就比如一种名为万能插座的三孔插线板 看上去和普通的插线板区别不大 却早在2010年就被国家质检总局严厉禁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视频就带你了解危险的三孔万能插座 相比于插线板这个名字 相信更多人都喜欢叫它插牌 专业一点来讲也称带线多位插座 学名为电线加长组线和延长线插座 它可以用来连接一个以上的电源插头 优化线路结构的同时还节省了空间 一个完整的插牌结构上 除了外部能让我们看见的插座头 插牌体和一根不短于1米5的同心电源线外 内部还有一个安倍参数与插孔孔位数 呈正比关系的保险丝 因为跟普通插座一样 都是直接接触电流持流插头的地方 所以插牌的制造材料主要以塑料为主 像一些绝缘性好的陶瓷 电幕也会被用来制造插牌 万能插座指的是既可以插三孔 又可以插两孔插头的插座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心里一惊 这不是最常见的多孔插牌吗 我家里一直都有啊 不不不 你要仔细观察一下万能插座的插孔 它跟现在符合国家标注的 通用多孔插牌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插孔大 这种万能插座不仅是为了满足 三级插头和两级插头而被研制出来 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兼容包括英镖 美镖在内各个种类的国外插头 考虑得很全面 出发点也是好的 可惜真正使用起来就会存在一处致命缺陷 修改了插孔大小而并未改变金属接片 及保险丝的形状 这就会导致在其受到不同形状规格的插头 反复拔插后变形损坏 从而造成插座金属接片和电器插头接触面积过响 或接触不良的情况出现 电阻随之增大 接触片过热起火 引起火灾事故的发生 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发生 做到防患于未然 国家之间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早在11年前就颁布了新国标 对于插牌的外观 尺寸以及性能 均给出了清楚明晰的标准规范 且名利 禁止在生产 销售 使用 这种多孔的万用插座 可惜的是 通过一些记者的调查走访 还是发现了很多普通市民 对于禁止使用万能插座的新国标 并不知情 家里都或多或少的 还存在一些两孔三孔的大插孔插牌 在他们眼里 这种插牌和通用的多孔插牌 根本是一样的东西 哪里清楚万能插座的危害 如果说是因为以前消息流通速度慢 搞得大家对禁令缺乏认知 还情有可原 那些专门制造万能插座的厂商 又为什么能熟视无睹新国标11年 一直偷偷摸摸生产 早已被禁用的东西呢 直到现在 只要你在一些购物平台 搜索万能插座的字样 依旧会跳出一堆 仍在销售万能插座的商家 可以说是真的很明目张胆了 只能说这群无良商家 确实很善于在大众的知识盲区里 找寻商机 而且他们的体量庞大 数量众多 想要一次性消灭殆尽并非一事 所以在政府真正重视万能插座问题 开始下大力度整顿前 我们要普及万能插座存在危害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同时还要学会自行挑选安全性能好 制造工艺都符合国家标准的插牌使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